老铁们 佛州好玩的东西很多 老少这一期视频继续聊玩在佛州 之前美国纪念日长周末 我拍了个视频 介绍了佛州这边很流行的一个娱乐项目 Snorkeling 浮潜 视频里一段老少亲自拍摄制作的音乐视频 展示了Florida Keys的珊瑚礁生态系统 如果我没有看过的 可在我的频道里去看 但是浮潜毕竟主要是漂在水面上的 所以能看到的水下的东西也比较有限 就算是大概一个渣的水下 也就是几十秒差不多了 佛州以及加勒比海一带有很多的 沙布礁及沉船遗迹 是在相对深的水下 都是五六十尺甚至上百尺的水下 这样的景色是浮潜根本无法看到的 如果想领略这样的美景 就得真正潜水下去看 这一期视频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潜水 您的订阅点赞和转发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潜水分两种 一种叫Scoop Diving 中文叫水废潜水 另一种叫Free Diving 中文叫自由潜水 水废潜水就是我们经常在影片里看到的 背着气瓶下水的潜水 一次水废潜水能在水下待几十分钟 能较长时间的在水里去享受这些海底的美景 自由潜水则是完全憋着一口气在水下的 一般也就一两分钟差不多了 两种潜水要求的技能很不一样 今天我们这里要说的是水废潜水 老赵前两天制作了一个几分钟的音乐视频 Memory of the Blue 蓝色的记忆 精心挑选了自己从2017年到2019年之间 70几次水废潜拍到的海底美景 如果还没有看可以去看看感受一下 Scoop Diving水废潜水是一种技术娱乐项目 说它是技术娱乐 因为如果要玩水废潜 你必须学习并且掌握其要求的几十项技能 这些技能涵盖了潜水之前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到水下的各种安全措施 以及潜完之后回到陆地上的恢复期需要怎么做 并且通过考核确认掌握这些技能 拿到Open Water Diving Certificate 及公开水域水废潜水证才行 国际上有好几大知名的潜水协会 都能提供培训及颁发潜水证 这里我列举了常见的七大机构 其中PATI中文叫做专业潜水教练员协会 是全球用的最广的一个协会 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的潜水俱乐部 或者潜水中心都用PATI的培训认证 除了PATI SSI在美国这边也用的比较广 初级潜水证课程包括理论部分和实际部分 其中实践部分还包括 先在游泳池里练习必要的技能点 然后再到公开水域 比如海里最终实战通过考核 这里还要提一下 在进行潜水课培训之前 要通过一个游泳测试 游泳测试包括两个考点 第一能不停地游200米 不限泳汁 第二头要露在水面上浮10分钟 不管用什么方法 踩水也好躺在水面上也好 反正头不能到水下 坚持10分钟 我之前看到一些旅游视频博主说 潜水也可以不需要会游泳 这是纯扯淡是误导人的 必须会游泳 这是最基本的安全技能 因为你玩的是水 所以这里必须要通过游泳测试 说完了培训 可能小伙伴们好奇水分浅 需要用到什么装备 其实这些问题都会在 Peddy的潜水课程里学到并且掌握 不过我这里可以先给大家看看 大家还是要以专业的潜水教程为主 之前浮浅说大家要用潜水面罩 Mask 呼吸管子 Snorkel 以及脚谱 Fence 不过潜水的脚谱和浮浅的脚谱有些不一样 它一般比浮浅的脚谱要硬一些 而且需要穿潜水靴子 水费前还需要BCD 英文全称叫做Boise Compensating Device 中文叫做浮力调整装置 还有配重包 Weight BCD和配重在水里的浮力控制很关键 潜水课程里都会详细讲解如何正确使用 Regulators 中文叫做潜水呼吸调节器 潜水的水里的呼吸全靠这个东西 以及Optipers 一般就是黄颜色的 中文叫做备用呼吸二极头调节器 这个备用呼吸装置主要是给DiveBuddy 及你的潜板在硬机情况下使用 潜水在水里要辨别方向 你还需要用到潜水罗盘 就是指南针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个东西 Dive Computer 中文叫做潜水电脑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随时监控你潜水的时间 深度等安全信息 潜水电脑会提醒你 什么时候该返回水面 什么时候该进行Safety Stop 及安全停歇等等重要的信息 还有你要需要SPG Pressure Gauge 中文叫气压剂 这个东西也是至关重要 因为它告诉你气瓶里还剩多少压缩空气 潜水水下呼吸 你自然少不了气瓶 Tanks 我这手车上没有常规的大气瓶 只有一个备用的小气瓶做展示 一个Dive Chip 一般需要两个常规容量的气瓶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气瓶里装的是压缩空气 不是纯氧气 我看到好像没有潜水过的视频博主说 潜水是背着氧气下水 这是错误的说法 误导人的 即便一些深浅所需要用的高氧含量的气瓶 也是最多40%的氧气含量 潜水还需要Diving Lockbox 及潜水日志本 用潜水日志记录每一次潜水的关键信息 以及让潜岛签字盖章 正式记录每一次潜水 从初级潜水证到考进阶或者高级潜水证之间 一般需要积累一定数量的水费潜水的记录 有潜水日志能帮助记录和核实 这些是基本的潜水装备清单 根据需要还可以增加其他的附件装备 学习培训和考证 你才能玩的安全玩的好 所谓磨刀不武砍才功 看了这期视频和之前的音乐视频 你有何感受呢 佛州有着世界上第三大珊瑚礁生态系统 想亲身体验这份蓝色的大美吗 行动不如行动 佛州欢迎你 我们下期见 拜拜